这绝对是赛罗最煎熬的战斗之一 不光被强行套上修行甲 甚至还要与自己的心魔战斗 这天深着麻袋的赛罗正在怪兽牧场的某处训练 不过这里阿泽不得不吐槽一下赛罗的衣品 阿泽上大学时背的尿素袋子都比这个麻袋潮 不过就在这时怪兽牧场却发生了一阵骚乱 那些曾经被奥特曼消灭的怪兽又离奇的复活了 还没等赛罗搞清原因 白木拉就先手出击一发光弹打下赛罗 而赛罗也是毫不含糊 立马切换强装日免型女之交战 三拳两脚便轻松解决了古墩和萨德拉 接着赛罗立马切换为月城奇迹 使用月城奇迹投标解决掉了白木拉和泰莱斯东 不过怪兽们为什么会突然复活呢 就在赛罗疑惑之际有问必达新人出场解决了赛罗的疑惑 原来怪兽的复活皆是白特新人所为 他这么做的目的则是为了消灭赛罗 说罢白特新人便召唤出了雷德王 加鲁贝洛斯 眼Q 贝蒙斯坦 准备在怪兽牧场彻底歼灭赛罗 此时的赛罗虽然已经经历了几次版本更新的大削弱 但对付这四只怪兽还是不在话下 但白特新人是有备而来 趁赛罗不注意给他套上了修行甲 极大程度的限制了赛罗的发挥 雷德王则是抓住剑信一发闪电边偷袭了赛罗 将他打翻在地 不过偷袭归偷袭 白特新人确实相当讲武德 选择以赛罗一威一较量 雷德王也是进入战斗状态 直接强化升级为EX雷德王与赛罗交战 不过这EX雷德王的造型 咋越看越像这么个满意儿啊 在于赛罗交手的途中 EX雷德王也是占尽了优势 用他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差点就把赛罗觉得下半辈子生活不能自理 就在这时 白特新人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没有选择补刀赛罗 而是将目光对着了一旁的宇宙恶霸皮股萌 而这正好触发了赛罗的隐藏被动 立马又肉身抵挡了EX雷德王的致命一击 也只是觉得赛罗平凡的战斗太累了 EX雷德王便开始给赛罗捶背 以此放松赛罗紧绷的神经 可谁知赛罗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捶背 直接导致赛罗能量爆风 撑爆修行甲的攻击 称换为强壮热面戏 一发奥特龙卷风 再加上加尔赛特轰炸 解决掉了EX雷德王 解决完EX雷德王之后 加鲁贝罗斯接棒 他实现幻想技能将赛罗和皮股萌 传送到一个奇怪的空间 在这个异空间内 赛罗向皮股萌吐出了心声 原来自从赛加那一战之后 赛罗体内便留下了高斯和戴难的力量 这股力量也使他可以变成为 强壮日面型和月神奇迹型 可这份力量也给他带来了苦恼 他并不明白获得这份力量的意义在哪里 这也正是赛罗前往怪兽牧场的意义 不过这番谈话却被一旁的百科兴人听到 幻想内随即出现了赛罗的心魔 而这个心魔正是赛罗自己 于是赛罗不由分手的跟眼前的心魔战斗了起来 由于本事同根同源 在拳脚拨户上双方都没占到什么好处 既然拳脚上分不出高下 二人随即展开了光线对拼 脸对脸互相抱射阿梅利姆光线 可一同对拨之后依旧没能分出高下 底数光线都未能分出胜负 二人又展开了武器大战 投标对阵奥特长江 短兵器与床兵器之战 可一番交手下来还是难分伯众 不过赛罗利用念念将其中一个投标隐藏在空中 趁其不备之时 从空中向着幻影赛罗砍去 可就在即将砍到幻影之时 他却化作一团黑雾消失了 还没等到赛罗有喘息的机会 幻影强壮日缅型赛罗和月神奇迹赛罗 一起朝着赛罗发起的攻势 就在这时 皮红却在一旁提醒赛罗不要害怕 要正式所获得的这份力量 就在这一瞬间 赛罗领悟到了这份力量真正的意义 随即挥舞图标 在斩断自己心魔的同时 击杀了幻想的制造者 加鲁贝罗斯 紧接着来到第三回合 这次上场的是贝蒙斯坦和掩克的主 贝蒙斯坦负责吸收光线 掩克则负责将光线反射给赛罗 虽然能制造一定的麻烦 但对于礼物力量真谛的赛罗 多少还是有点不够看的 此前他期望为夜神奇迹型 专进了贝蒙斯坦的动作 并用巨大能力撑爆了贝蒙斯坦和眼Q 不过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原来复活怪兽只是百特星人计划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原因是想收集怪兽充满怨念的灵魂 以此来强化自身实力 而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而接下来便是最后一回合的交战 接受了怪兽怨念的百特星人巨大化 并一把将赛罗按在身下 企图干一些少而不移的事 赛罗则是找准机会挣脱了束缚 掏出头包比较于百特星人一决慈母 连接双方一时间难以分出高下 百特星人便开始使用嘴盾 捕获赛罗投降 如果他死了 那么靠着百特星人力量复活的皮股萌 同样也会死 而赛罗明显被百特星人的嘴盾影响了心智 投标也被百特星人一箭挑黑 此时的赛罗全丧失的购置 被百特星人一通蹂躏 趁着头还被踩在脚下羞辱 就在百特星人即将要处行赛罗之际 皮股萌却表示 自己的生命和宇宙的安危比起来太渺小了 而百特星人却是个视生命如草剑的恶魔 强烈的对比 点亮了赛罗思路的怒口 他利用体内硬含的能量 同时与强壮日冕星和月神奇迹群作战 赛罗先是使用高速的力量 净化了百特星人体内怪兽的怨影 接着便轻往为强壮日冕星打速度 轻松解决掉了百特星 而另一边的月神奇迹群也没前着 使用特殊光线保护着的皮股萌 避免他的再次死亡 战斗结束后 终极赛罗警备队的成员找到赛罗 并与他开始了新一段的冒险 不过赛罗不知道的是 百特星人只是他们派出队打头阵的炮龟罢了 接下来还有一场大阴魔跟着他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还想看什么 就在评论区里留言 这里是阿子 下期再见